花一落 只劝人间白头 还是你懂我 知道我为刘昌平的是忧心 特意找来这些卷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伍者 果然受了风寒 为何来西平岗 我知道是你 我也知道 若是我说我病了 你定会来看我 你放心 我不会睁眼的 我就当作是在做梦 梦醒了 便什么都不记得 我只想跟你说说话 这次赈灾 我做得好吗 很好 可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才来的 刘昌平与百里园 倒卖军粮犯了死罪 但也许是为了百姓 查清原委 若是便从情发怒 不顾朝廷法度吗 法外亦有情 陛下不是这么迂腐的人 这次 你是打算一直不现身人前吗 会一直护着我 直到赈灾结束吗 方剑明 若是你彻底绝情 冷心该多好 那样 我就能放下了 若有分地灵与柔 花开知己若人求 几番几取无人手 谈此生如花情相遇 来 来 来 谢谢红柱夫人啊 谢谢 来来 谢谢红柱夫人 谢谢红柱夫人 来来来 下一个 你妈 谢谢红柱夫人 谢谢红柱夫人 拿着吧 谢谢 谢谢 鸣之香绝路 胜去是贪图 努力奔赴人 年华又何苦 错看三千相思 怕知道 这花人怀百岁又 不堪聚散 见一调血代酒 奈何远远万物可怜酒 唯有缘分不绸缪 花一落 只劝人间白头 还是你懂我 知道我为刘昌平的事忧心 特意找来这些卷宗 刘昌平 百里元 私迈百米一事 如今已经查清楚了 你二人 确实为灾情所逼 一心为了百姓 并无中饱私囊的行为 但你们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朝廷法度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必要成戒 臣草民甘愿受罚 刘昌平 刘昌平 罚奉三年 并要将西平港 窥宫的百米 全数补上 其他涉事官员 知情不报 罚奉一年 是 至于百里元 此事过后 你海上行商的政兆 要被士博司收回三年 你也算是没辜负你的姓氏 是 日后如有机会 百里元 愿被胡朱夫人驱使 为您安前马后 再做不辞 夫人 臣犯下的是死罪 就算是罢免官职 也只能算是小成大计 您还让我出任西平港刺室 如此一来 有时朝廷法度 臣觉得 陛下 赐本宫寻天之影 在这西南一带 本宫的话 便是陛下的话 本宫的决定 便是陛下的决定 刘大人 可有异议 臣 不敢 臣 谢过夫人 二位请起吧 西南一带受灾多日 百姓流离失所 万事殆兴 除了西平港 还有各州府赈灾事宜 希望二位大人 可以协助本宫 同心协力 共同庇护这方土地的百姓 是 是 好 朕果然没有看错人 大丈夫 须眉如己 可又有几个能比得过他方海誓 的确呀 的确呀 纯荣飞 经国不让须眉呀 不过说到底呀 还是陛下慧眼识人 才让纯荣飞有处施展 要不然 纵是满身本事 他也无用武之地呀 不得欠 你这鳄鱼逢迎的功夫 日渐功利呀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只是不知道贱明 明明到了也不露头 在做什么打算 这 奴婢不敢妄自猜测 青海公的心思 启禀陛下 司库见吴主事求见 宣太进来 是 你们要纯药 你们还是要纯药 另外一方面 你自己的态度 你认为 我都帮你 认为 那道要不是 要纯药 拉 这个 我愿意 振继百姓以来 黄金大批流出 导致金价暴跌 金价稳定时 一两金 通常能兑十吊铜钱 可如今市面上 竟有一两金只兑五吊铜钱的荒唐事 那些西路金客 原本在故乡质押了房产 借下高利贷 收购黄金到东路贩卖 奈何金价 跌到今日这个地步 不亚于血本无归 绝望至极啊 这些时日 帝都街头触目皆是那些 独坐酬眼的西路金客 自杀者 已为数不少 难怪 近几日西路诸部纷纷派使臣 急着赶来天启 请陛下明示 稳定金价 不至于 造成恐慌 就算是恐慌 也是那些贪心不足的 西路金客恐慌 是 陛下 陛下 你且去安顿那些西路金客 其他的事情朕自有打算 退下吧 是 臣遵致 陈荣飞何日回来 回陛下的话 按日程 这两日就该出发了 夫人何必着急回到都中呢 您为了赈灾 已是担惊节律 现在情况刚刚好转 就要走 西平港都有两位大人了 其他各州府也赈灾顺利 没有什么需要本宫的了 陛下还在等着本宫回去复命 只是 夫人心心念念的歌舞系 一直没看上 这就走了 都让我和刘大人心中愧疚啊 百里大人说笑了 胡珠夫人 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百姓 大家都想拜别夫人 给您送行 夫人 何不让百姓送送您呢 他们都等着参见 让他们免受疾苦的胡珠夫人呢 当初做祈遇等事 不过是为了尽快赈灾 行得非常之法 并无意受百姓侍奉 夫人不恋圣名 草民佩服 但是百姓 需要有撑下去的信心 也需要祝福 他们见过神迹 奉您为神使 也是自然的 请夫人 满满满百姓的愿望 服徒夫人 夫人 夫人 服徒夫人 服徒夫人 夫全 夫人 府徒夫人 夫人 夫人 公庆夫人 乐不利不可避佣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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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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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太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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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请起身吧 太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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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日起 你不只是方寒室 更是大争的胡如 胡如 你也希望 我能走到今日这一步吗 不是我希望 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 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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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花 我们都来了 我 小鱼 还有婆婆 这是我刚找过来的弟弟 阿宝 胡如 胡如 真是乖孩子 你肯是我们大家的救命恩人 是咱们新来的救星啊 咱就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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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如 胡如 Padraig 大抵不 a bend 永流 好 加油 古人 老公 老公 大抵不在彰不在衩 不要走到不在衩 我首先 Cuban 我想要 beres 王楦 cles dec компьют 过去 紅What the be 这位客官要做什么 本店男装女装 各类服饰绣品 皆可定制 跟我来 大人 人到了 属下参见大人 不必多礼 你就是一直帮我传递消息的老庄 正是属下 大人 您来这汉州边陲小镇开店 可否习惯 这里民风淳朴 倒没什么不惯的 你此去左部情形如何 据埋在那边的暗线说 近日来市面上金架混乱 左部一蠢蠢欲动 躲落一旦有什么动静 那边的暗线一定会立刻发出消息 很好 只要收到左部的消息 我就会通知你向额尔记传信 是 大人 您以前在宫中办差 和大公子应当很熟悉 如今都来到了此处 为何不直接联络大公子呢 方大人 他如今已不是季风馆的大公子 而是狐库王子夺寒 眼下又不行事未定 在世人眼中我已是早已顽固 此时 并不是和方大人直接联络的时机 老庄 日后与额尔记传信 仍需通过你来操作 是 你 把这个我围了啊 谁都不能进去 是 走 快走 走 都走 快点 走 快 你快走 大人别急 输下去看看 大人 这 这是要做什么 是民女 无意间得罪了大人 还是有什么误会 怕什么呀 你是遇见贵人 我家主子说 你们这儿东西好 就要过来看看 原来是贵人来了 这贵人是男是女 可有什么喜好 他说我们有 也不能和这些平民挤在一起 哎 再说了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能自己保护自己 下次你再这样 我真的生气了 好 你不是要买东西吗 去看看 大人 大人 来的是有不顿王阿尔基的女儿 塔拉王女 还有他麾下的大将 洛尔丹 塔拉王女 听着 倒不像是来围剿铺子的 是 像是凑巧 还是不能大意 你先到后面躲一躲 待到傍晚再离开吧 免得再生什么事端 啊 是 这铺子里的东西 果然渐渐好看 怪不得没开多久 就名声在外 姑娘好眼光 小店的手艺是祖传的 走到哪儿都有人夸呢 哎 我听说你这儿 不仅有狐库的服饰 也有霓华罗 铸 大征等地的服饰 只要想要 哪儿的风格都可以定制 姑娘喜欢哪儿的服饰啊 民女去拿些出来任您挑选 我想看看 大征的服饰 好啊 女女这儿就去拿 这大征的服饰 有什么好 华而不识 也不方便骑马 哪有么狐狐的好看 乃川 罗尔丹哥哥 你不懂 大征的服饰啊 端庄精美 朵汉哥哥也说过 那些绣工最好的绣女 大多都是出自大征的 所以说大征的服饰 细致讲究 又是多寒 你现在是除了他的话 谁都都听不进去的吧 是又怎么样 朵汉哥哥哥 是我右部的大英雄 我们右部 谁不愿意跟他聊天 听他说话 自互取你们 二季叔父 你不必再说了 汉州自古已来征战不止 加满人多做肉钝 为了几个肉钝 跟夺落开战 你知不知道会损上 我多少人马 现在夺满人已经不是 以前的肉钝了 他们在奋力地和夺落抗争 倘若夺落收负他们 无商是江峪上的扩大 还是实力上的倍增 到那个时候 汉州一旦将无人与他匹敌 就连我们幼部也要甘拜下方 你当真要去 还请叔父同意 我可以扶持你 也可以交给你兵权 但是我有条件 叔父请讲 娶我的女儿 塔拉 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在明日正午之前 朵洛会对兰泽成发起最后一次进攻 到时候他会出动全部人马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在他们的后方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漏洞 这条信息是谁传来的 是我在左部的暗线 这些日子就是靠着这些消息 我才没有被朵洛打垮 那这个人是谁呢 是个男人 从中州 学得了一手织布的好记忆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 多寒 仔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话 如果你愿意取塔拉的话 我将会兑现我刚才说的话 你还有时间 今夜之前给我答案 这流 是你吗 你已经离开快半年了 怎么可能是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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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 好 好 好 安 笑 好 多汉哥哥 是在为赢取我的事情发愁吗 刚刚父王找我去 让我得空的时候 量一量你的尺寸 问你做身心衣裳 按照我们胡库的规矩 心腹出嫁的那一日 嫁妆里头不仅有牛 羊 骆驼和马 还要为夫君准备一身新衣裳 让他贴身穿着 心里念着 唐烂 我 我知道 你不用说 多汉哥哥 经常一个人 望着中州的方向 我想 多汉哥哥肯定是在思念 某个远在中州的人 那个人 一定是多汉哥哥心里最在意的人 他肯定很好 才让多汉哥哥那么喜欢他 唐了 多汉哥哥 我不介意 现在有那么多家满人 等着多汉哥哥去救 多汉哥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 即使我们成婚了 我也会很安静的 我不会打扰你 去思念自己的心上人 我只会默默地等着 等你在心里 给我一个位置 谢谢你 喜欢一个人 不需要说谢谢 我喜欢你 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即使只是在族人面前做做样子 我也愿意 我记得多汉哥哥刚来的时候 就是加满人帮了嘛 若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遇到多汉哥哥 是时候回报他们了 一只水饺一只虾 好吃就是思念金牌虾水饺 水饺吃思念 好运在虎年 思念金牌虾水饺 邀您继续观看 胡珠夫人 保护纯状飞 后队后队 后队后队 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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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去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我们不要亲自了 我们不要亲自了 我叫你好好的活啊 不是月威就是自己和吃饼说的 这些西路金牌 当初赚得盘板锅满的 没想到 一下子金价跌成了这样 我听说 他们是借钱倒卖的金子 怎么打的 神仲飞不必操心 谁知道 谁知道 你长途跋涉 朕在多日 应该多加歇息 此事我会秉明陛下 我来吧 我来吧 先回车上吧 父亲 青海宫 金客自强 天气纷乱 本宫担心 回宫路上再生变谷 既然 巧遇青海宫 可否劳烦护送 臣遵命 晚安 晚安 岔 师父 师父他气色为何这么不好 越来越消瘦 这一路奔波劳危 纯荣飞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怎么了 是烫着了吗 无妨 对了 玉燃 你帮我去打探一下 金架暴跌的具体原因 以及西路各部对此事的态度 是 还有 你去帮我请一下昭明宫的衣冠来 纯荣飞身体不适 奴婢去请医所来吧 不是 我是有事要问他 所以你最好亲自去请 不要让别人知道 包括计风馆的人 是 参见陛下 出去这么久 终于舍得回来了 李渔医寻不到你 只能在镇这儿等着 秦海公 有劳李渔医 快坐 你先前便已入宫 为何不找李渔医枕脉 刚好遇到倪华罗金客 横死街头 安顿好死者的家属 询问了情况 所以有些耽搁 你怎么这么糊涂 这些事情跟你的身子 孰轻孰重 你难道没说吗 实陈叔 你打小就是这样 认错最快 屡教不改 如何 回禀陛下 还是和以前一样 胶主粉压制了 是以眼下当看 青海公的面色 与常人无异 但毒素仍在体内 并未清除 可有焦出毒素的方法 臣正在加紧寻找解毒制法 只是 只是这卫生花之毒 确实输医 所以暂时未找到 清除毒素的良药 臣担心的是 这胶主粉的数量 本就不多 无能 无用 找了多久了 办法呢 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句话 正要你何用 陛下 此事跟李御医无关 请陛下息怒 回去给朕接着走 遵旨 有劳李御医了 李御医啊 您说吧 没事 说吧 秦海公这脉象啊实在不祥 不祥 此话 当真 此话 当真 您说这如何是好啊 陛下正在气头上 又当着清海公的面子 我实在是不敢说呀 此事啊 干系重大 必须面饼啊 不如这样 明日李御医再找个时机 向陛下当面详细说明 明日面兵倒也无妨 我只是怕陛下震怒之余 我掉脑袋呀 陛下对您一直很器重 只要您详细说明 据实已告 陛下再震怒 也不会真的如何的 好 就听内官您的 多谢内官指点 臣得这一壶交诸续命 这一壶交诸续命 又拖了几个月的寿命 已经是非常侥幸了 请陛下不要再为此烦心 臣只是希望 可以再撑一段时间 解决金价的问题 便死而无憾了 你倒是肯清生死 难道朕就是 冷兴冷废的死物 要眼睁睁开着你去赴死吗 臣不是这个意思 你离开的这段日子 正日死夜下 也算是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已经许久不曾诊脉 是 自从厂王生辰 公爷从马场回来 就不曾再让臣为他诊脉 可是 可清海宫满身旧伤 以前也是按时诊脉 方便调养 况且您之前也说过 他这身子若不好好调养 便只能再支撑几年 那如今为何不诊脉了 臣几次要求诊脉 公爷都是婉拒 具体为何 臣也不好细问 那还请您帮我 多留意清海宫 若有不妥 臣一定告知纯荣妃 此事 不便让第三人知道了 臣明白 请纯荣妃放心 臣就此告退 臣就此告退 玉冉 奴婢在 陛下现在在何处 可方便求见 方才陛下派人传话 令纯荣妃今日好好歇息 明日会宣您觐见 此刻 应该是清海宫在绊驾 他两人 在一处 便是驱问 也不会有任何答案 此举不可 因何不可 娇人是生活在深海里的 他离不开海水 当年海事遇见娇人 是在岳州 岳州离中州路途遥远 我们如何可以安然 把他运到天启城 陛下为此大动干戈 若有任何闪失的话 西路诸步必乱 到时候兵祸再起 遣秋遗恨 臣实在担当不起 你难道就不想寻找 解毒之法吗 剑明当然想 你难道 天底下哪里有人不想活着 一心想死的 只是臣 不可以因为一己的生死 让陛下 让大征涉险 也不可以让无辜的百姓涉险 如果娇人真的可以解除 我身上的毒 我可以亲自去岳州找他 但不可以 兴师动众 绝对不可以 让海誓知道 当时之下 见过焦人的巨阵 所知 就只有方海誓一人 朕知你不想牵连他 正也派了人 早早地去焦海探寻 可时至今日 根本就见不到焦人的踪影 寻到的便只有焦沙 掀翻船只 涅饰活人 你说你要独自前往 第一 你的身子根本就撑不住 第二 没有方海誓 你要如何寻得焦人 焦人是否能解除 魏生花之毒 我们都只是猜测 我们没有确证 再说 陛下如果知道 焦沙可以 掀翻船只 吞噬活人 我们何必让这么多人 白白送死 如果让海誓去找焦人 焦人解决不了 我身上的毒 海誓知道真相 等我撒手去了 海誓如何自主 这装装剑剑 我宁愿不懂 正是因为你心心念念 都是方海誓 你更是要为了他 努力活下去 你看着朕 建民 永世所爱 毒活于世的滋味 朕比你清楚 若不是因为朕 你们也不至于如此 这一切都是臣的命书 这一切都是臣的命书 与陛下无关 我希望陛下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 我肯定会找到办法 只是希望陛下千万要放弃 让海誓去找焦人的想法 办法 朕准你接着想 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 朕也绝不会放弃 朕也绝不会放弃 公爷 公爷 大公子的密函 师父如乌 左铺敦望夺落 锐意并吞迦满 遭迦满人拼死反击 汉州行事 面临大变 徒儿终于获得 额尔纪叔父的支持 带领人马 袭击了夺落人马的漏洞 将狐狐左铺 赶出了兰滋城的范围 并顺利与迦满节目 一别多日 牵挂师父和海誓 你们都好吗 盼 终有一日能再相聚 顺送士气 宣胡朱夫人上殿 这一日能再相联 请 你平衡得很好 臣妾待天寻寿 治理灾情 责无庞贷 大臣惯例 后妃不可义政 可若再往前追溯 女子义政 为国境中亦有先例 此次你处理西南之事 立了大功 朕便将这寻天之印赐予 准你义政 对 规矩天下大乱 陛下 此事万万不可 我大臣见过数百年 从未有过女子上朝义政的先例 是啊 陛下 这可是坏了祖宗的规矩 断然不可如此啊 当初让胡珠夫人去赈灾 朕记得你也上了折子 为何现在才说女子不能义政 陛下 当初灾情严重 势急从全 可如今 如今 方海誓证明了自己 巾帼不让须眉 可以为朕解忧 义政有何不妥 此凡胡珠夫人所为盛争的刺 这些是你我能够向彼此 是 我也听说 启禀陛下 胡珠夫人至谋过人又有胆识 臣认为 让胡珠夫人参与义政 是与国有益的好事 并无不妥 臣等复义 陛下 西南一事 并非臣一人之礼 陛下 此番赈灾 胡珠夫人 却为守宫 但西南各级的官员 亦劳心劳力 也有功劳 请陛下论功行赏 青海公提醒的是 朕皆会封赏 但眼下 只有胡珠夫人在大殿上 便先行领受赏赐吧 臣妾谢过陛下 日后 定当朝夕行替 不负陛下申恩 胡珠夫人旅途劳伐 今日就先回宫中歇息吧 谢过陛下 臣妾告退 陛下 臣有本奏 由于金价跌幅较大 连日来天启城内 陆续有西路金客刺枪 因此西路雷州珠布 愤愤不平 眼下各路使臣 纷纷抵达天启城 他们召集死难者家属 恳请觐见陛下 望陛下早日定夺 陛下 区区小布 想与大征抗衡 无意与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此言差矣 陛下 雷州珠布虽足小示弱 但若是联合起来 也是布小的势力 更何况 我国西南旱灾 刚刚平复 元期未还 如若此时开战 只会是劳民伤财 没有半点益出啊 陛下 金价已跌至谷底 雷州珠布 早已内部空虚 想要打仗 哪来的金子供应良丑部队 他们想打 只怕也是无力进击啊 陛下善用国库至今 给这些总在大征西南边境 挑衅的部族 以狠狠的打击 实在是圣名 陛下不必在意他们 迟早有一日 他们会穷困潦倒 到那时 自然会败倒在陛下面前 陛下 雷州与大征 虽然是隔着楚辽海 但是雷州与西平港 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云望海峡 如若西路雷州珠布联合起来 攻击我大征的西南门户 此事不容小觑啊 却已经是为了 监督 其中的词 静兵 没什么 也捂了 家书 父皇 将龙 我 你 演唱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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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